愛下的煉金工房 繼承了愛下的煉金工房的世界觀 再度登場的系列最新作品 愛斯卡跟羅吉的煉金工房 黃昏天空之煉金術士 將要帶大家重回那一片 充滿荒廢氣息的黃昏之地 挑戰衛塔遺跡之謎 遊戲一開始 我們分別有羅吉和愛斯卡這兩位男女主角可以選擇 以不同的角度來體驗 他們在開發班中的奮鬥歷程 並且運用煉金術來達成上司交代的各種課題 讓業績吊車尾的鄉下開發班來個嫌疑大翻身 說到這次的煉金系統呢 可以說是老少嫌疑 你把素材不管 37 21 全部丟進鍋裡 一樣能夠做出道具 當然也可以絞盡腦汁 考慮投入素材的順序 再運用各種煉金技能 來調整道具的屬性質和能力 來把效果調整到最高喔 而在野外執行任務和尋找素材的時候 難免會遇上兇猛的魔物 這次的戰鬥最多可以同時讓六名同伴上場 雖然三名後衛無法直接參戰 但可以進行追擊或是防禦等等輔助行動 而且以往要耗費許多天才製作的出來的攻擊用煉金道具 這次在回程之後就會自動補充使用次數 不用再花費時間慢慢練成補充 所以就盡管把最強的炸彈拿出來招呼敵人 把他們炸上天吧